當作詞 詞 編曲 曲 淘汰 一百年前 得益于飞滴南冯奇柏林 对飞艇的研发和生产 德国工业领域 众多重量级人物 聚首菲德烈斯哈芬 他们的人生激情与工业进步 交相辉矣 历久不衰 直至今日 从穆尼黑的繁华到 菲德烈斯哈芬的甜蛋 克劳蒂亚埃莫特女士 以艺术家的身份 担当了奇柏林博物馆的 新一任馆长 在这个拥有百年工业沉淀的城市里 克劳蒂亚似乎已经触摸到了 这座城市里工业与艺术 同声共产的情怀 这是一个很长的传统。 这种新的发展,也就是在 Friedrichshafen。 博物馆成为德国工业文化最重要的载体,遍布德国全境的6,250座博物馆中有800个与工业有关。 当你和史上的传统,你不需要做到的重量,但是在未经济的传统。 我们也看我们的项目是我们的项目,年人们在科学和技术中的技术, 这些工业博物馆在凝练历史的同时 也塑造了德国年轻人崇尚实业的价值观 并以此影响工业发展的未来 横跟百年的德国工业发展过程中从来不乏竞争和挑战 今天他们终将面对前所未遇的巨大冲击 异于互联网技术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世界工业格局正在重新洗牌 无论是工业强国还是后进国家 所有人都将在互联网这条新的起跑线上平等赛跑 世界工业竞争进入综合考量阶段 德国高端制造品质好但成本高价格固 跑赢后发国家的压力 使得德国企业不得不做出改变 2013年 德国政府正式提出工业4.0战略 以此谋求国际产业分工的新变局 Industrie4.0是一种,如果是一种 Top-Down的意义 是一种意义的,像是一种意义的 在这种意义的不合格 的意义,是一种意义的 意义举上的意义举的意义 从这种意义举的意义举 德国有与与业工业与与与与与与与业务联系的交流 又一场级别更高的工业革新近在眼前 但是究竟什么是工业4.0 它能给德国乃至世界工业的发展 带来多大改变 理解人体,工程,工程、工程、工程、工程和工程 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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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真正的改变 从大量的准备 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准备 但工业4.0作为一个概念 被全球工业圈讨论热议的同时 先行一步的德国企业 已经开始将工业4.0概念 付诸实践 并渐入佳境 俄国西北部温泉小镇巴德皮尔蒙特 经过工业4.0理念改造的生产线 充分体现出灵活应变的特点 一条人们看不见的生产线 与之相辅相成 那就是数据的流动 数据信息精确地呈现给操作工人 根据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操作工人及时调整部署 多品种小批量生产任意组合 迅速完成定制 并极大降低了小批量生产的成本 和 104%的�ING数 Kick假設定4.0 制作用人体进行动 必须更重要 跟技术 我们必须跟我们的技术和技术 与人们的工作更加强烈 但是我们必须跟我们的技术 更加强烈的工程 德国南部城市斐德烈哈芬 90年历史的卡车变速器组装间 也纳入了工业4.0的轨道 即便是在一条既有生产又有检测 同时还需要大量人工操作的传统生产线 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并没有被智能化所湮灭 人与机器的配合协作更加亲密友好 灯泡出现后蜡烛工人失业了 铁路出现后马车车夫失业了 工业4.0出现后工人并没有消失 而是工作职能发生了重大改变 由过去生产过程中的普通操作者 晋升为这一过程的管理者 更多的负责创意规划管控和决策 工人的工程是在我设计 工程中的工程中的工程中的工程中 是非常多负责的工程中的工程中 是非常负责的工程中的工程中 人类创造机械 以机器替代人工 这是促进工业发展 重要的原动力 18世纪60年代 以瓦特改良蒸汽机为标志 人类跨入工业1.0时代 100年后 得益于西门子发明发电机 以及内燃机的出现和应用 工业进入2.0时代 到了1950年以后 人类在原子能 电子计算机 航天技术等高科技领域 日益精进 这是属于工业3.0的时代 新的工业变革 删删而来 人类也竞相表现出 对掌握新技术的渴望 就在德国提出 工业4.0理念的前后 美国制定 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 法国抛出新工业计划 日本开始实施再新战略 作为制造业 新进力量代表的中国 面对来自工业强国的 变革信号 应该如何应对呢 真的要实现4.0的时候 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一个前瞻性的一个战略 就像维奇一样的 如果它点了一个子 对你来说 你是要跟上去 还是要做个应对 还是不理它 我们现在把差距已经拉得 就是推进到很小了 步步紧逼了 但如果它要登过4.0 它又把我们拉开了 那我们如何不被它拉开 我们如何能够紧跟 甚至在局部呢 给它超过去 德国颁布工业4.0后 不足两年 2015年5月 中国政府正式提出 中国制造2025 作为中国工业的发展纲领 和顶层设计 它将指导中国 用三个十年 实现制造业大国 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 德国西北部城市布隆贝格 一个由中国企业家代表组成的 工业4.0考察团 如约而至 学习制造强国的先进理念 选择学习德国工业4.0 为中国制造业升级补课 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工业界的共识 这儿的功识 �动用 权团 核3.0大设介 与中国考察团复得同步 菲尼克斯电器工业4.0形象大使 华人专家杜品胜博士将寿命回国 为企业在中国搭建工业4.0示范生产线 工业4.0实际上是一种生产制造模式的改变 怎么把互联网的技术 跟我的生产制造模式有时结合起来 实际上互联网加上自动化的生产制造模式 我们要提高什么东西 提高普及旧生产制造模式 从质量不好变成质量好 从效率不高到效率不好 对吧 从这个速度不快到速度快 这是我们要搞工业世界的根源 两天后 杜品胜博士从德国空降南京 中国作为德国最大的 生产技术输出国 工业4.0成为德国企业 追求深度合作的试金石 围绕工业4.0产生的升级与维护 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基于未来合作 以及对中国市场的看好 德企在中国推动工业4.0进程 可谓不遗余力 早在2011年 西门子及与成都高新区 签署投资协议 在成都建设代表智能制造最高水平的 海外第一家数字化工厂 积极推动中国制造和工业4.0 大众汽车则紧随其后 与IBM 华为和清华等世界领先的信息科技公司 展开紧密合作 共同打造佛山智慧工厂 水城苏州 一项关于工业4.0的探索正在进行中 刚刚被任命为生产体系规划 及工业4.0部门经理 王波的任务是 运用工业4.0理念 尝试帮助老工厂进行升级改造 并尽可能压低升级成本 中国制造业目前多处在2.0、3.0阶段 升级到4.0 巨大的投资和有可能失败的风险 让中国的企业家 在进行工厂改造时 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凭借博士在传感器领域的研发优势 王波蒙生了一个堪称毒辟蹊径的办法 是否可以把所有产线底层数据 都集中到一个设备上 极插极用 不需要在生产线上大动干 即可达到改造目标 实现高度的自动化 它的投资升级都要远远大于 我们传统车间的承受的范围 传感器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想法 或者新的一个手段 能帮助我们便捷地去加速我们工厌4.0进程 通过数据的采集 数据的运用 实现局部的智能化 化领域开发套件面试 这是一套离线设备 可以在生产过程中 实时采集关键部件的振动 噪音 环境温湿度变化等相关数据 通过云端分析调节 现实生产与虚拟世界高效互联 实现智能化生产的目的 由此苏州工厂内 第一轮工业4.0改造 有了敲门砖 正当工业4.0落地 中国进行的如火如荼时 地球的另一端 天地之间 依然是一片宁静与淡薄 根据齐柏林博物馆的特点 克劳蒂亚力图从深挖 飞艇工业的主题着手 通过科技与艺术的渲染 激发更多的年轻人 热爱工业 从艺术家的事业审视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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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蒂亚有此遐想 艺术工业与未来的微妙联系 在工业4.0时代 当精彩分成的个性化定制 成为主流的时候 智能设计 也许就是人们拥促的 另一个热点 米勒冰箱 斯坦威钢琴 奔驰 保时捷汽车 把工业产品做成艺术品 这是让其他国家 一时无法超越的品质 红点设计大奖 世界工业设计最高奖 素有设计界奥斯卡之称 工业设计 有一个很美的名字 应用艺术 把所有的工业改变 用艺术的形式展示出来 恰恰是红点博物馆 存在的意义 这里展示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 一千多件作品 其中 中国正在成为 新兴的创意设计力量 这是一个美丽的物件 在这场舞台 他们有这美丽的 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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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联系联系 在世界的思维和方式 人类对于梦想的坚持 和对工业变革的追逐 在美丽的博登湖盘 隔空冥想 瞭望远方 雾色矮矮中 山雨欲来 五百公里外 德国中西部北威州 在此注册投资的中国企业 已经达到一千六百多家 超越其他各国 名列第一位 华为 美帝 利帆 三一重工等等 他们为仰慕先进的 德国工业而来 也为中国工业的未来 埋出探索的步伐 千里之外 四面群山环绕的 挪威小镇刘侃 每年有一半时间 阳光无法直射这 就在德国发布 工业4.0战略的同一年 借助先进的工业科技手段 人造太阳反射镜 在挪威四百五十米高的 山顶上安装完毕 这组由三面大镜子 组成的定日反射镜 由电脑控制 能跟踪太阳自动调整角度 反射阳光 人们等待百年的心愿 终于如愿一场 每个人都对洒满阳光的未来 充满了热爱 工业4.0距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也许目前尚无人能讲得清楚 但毋庸置疑 综观人类工业发展历史 唯有制造业的强大 才能成就国家与民族的强盛 在人类工业的接力赛上 你追我赶 你追我赶 才是进步的常态 德国制造的昨天 是我们的今天 而德国制造的明天 又未尝不是 我们的明天 那将是中国制造 2025 德国工业4.0 共同为人类文明谱写的 龙彩重墨 德国制造的明天 我们吃我们的热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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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很平常的经营 德国的货业水平肯定是比我们高 我们有些方面也有比德国人做的好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的高铁人 工美的企业说我要找任何东西 我到中国都能找 而且各个层次都能找 我想要多便宜的都有 要多好的都有 这是中国的一个优势 而且必须要保持 我们在韩国论 教育也认为我们可以讨论的 很多中国人在中国的语言 我们必须要看看 他们就是想到 中国人这一年代表面的 就会在这个世界上 我相信它有有机会 我们的acje带来